這個是非常投入 我們評審也聽得非常投入 我們先從李懿君老師請 其實今天唱這個歌 我覺得有一點挑戰 因為第一個是戴耳麥的關係 所以在聲音的控制上面 可能要有一點點技術 我相信唱歌的人 自己是會有感覺的對不對 然後又要又唱又跳 可是這個歌呢 它又是很抒情的歌 所以對歌手來講 是有挑戰的難度的 但是呢 在這麼多步的包圍之下 你還是表現得蠻好 只有在這個高音的部分 可能在控制力會稍微差了一點 但我覺得這個可能 都是可以修正的 你唱歌的技術是沒話講的 這個我覺得你表現得非常好 再加油 謝謝老師 謝謝 丁曉雯老師請 好 羅平今天唱法不太一樣啊 發覺你唱這個 唱歌的咬字 跟共鳴腔 其實跟以前唱歌都不一樣 今天還蠻特別的 但是呢 我個人不是太欣賞這種唱法 所以要跟你特別討論一下 我覺得你的感情面還是很好 但是你咬字吐字的這種方法 你會把重音都放在字頭 就是每個字的發音的一開始出來很重 會變成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 好 我是比較誇張的 告訴你 就你今天的唱法 每一個字的字頭都比較用力 所以它會有 嗯嗯嗯嗯嗯嗯 這種效果出來 好 我覺得用在抒情歌上面 就會覺得少了一點什麼 好 雖然我覺得你還是很 用情很深的在唱 但是我覺得這種唱法 可能不是那麼適合你 好 我覺得 整體來說呢 你這個痴情腫 痴情汗的形象 我覺得還是有抓到 好 但是我覺得唱歌的方式 其實有很多種 我真的建議不要用這種方式 謝謝老師 好 好 聽完了評審講評了 羅平今天的分數 必須要跟秀琴 建復 建復兩個人 挑戰衛冕者90.2 衛冕者如果今天能過關 那當然這兩位就不用再爭了 但是如果 如果我們今天羅平落敗的話 就必須從兩位選出一個衛冕者 是 要請評審老師來定奪 那觀眾朋友 在這三個票箱已經投下去 已經神聖的一票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衛冕者 今天是衛冕呢 成功還是失敗 評審 請給分 羅平在這個階段 到底能不能夠超越90.2分 90 90幾分了 90 90 目前同分小數點是關鍵 90.5 恭喜得到90.8分未免成功 好 這個我們 這是很關鍵的分數 我們還有 洪敬堯老師給羅平91分嘛 薛忠平老師 丁曉雯老師 王治平老師都是91分 李懿君給的是90分 重點是在 丁曉雯老師比剛剛他多了1分 是 那王治平老師也多了1分 王治平老師也多了1分 恭喜妳衛冕成功了 謝謝 這是鬆的一口氣 恭喜 那我們這個階段就要從羅平的票箱當中 抽出一位觀眾朋友 是 來 得獎的是 恭喜妳得到獎金3千元 謝謝 謝謝兩位選手 秀琴跟建復來請休息一下 謝謝 來 恭喜妳衛冕成功了 恭喜 謝謝老師 謝謝瓜哥 教練姐 謝謝各位 你也是很努力去演唱 或演出各種方式 所以壓力會越來越大 對 因為我喜歡去唱不同元素 不同曲風的歌曲 我覺得今天大家都是唱抒情歌 那我也是也要一起加油 對 但是丁曉雯老師的話 你要聽進去 哪一種適合你 哪一種不適合你 對 不要再犯同樣錯 也許因今天那0點幾而輸的 都比較麻煩一點 恭喜羅平 請登上衛冕成寶桌 謝謝 恭喜衛冕四關 獎金累積到八萬元